深渊已经更新第三天了 给差几秒打满或者还没打的小伙伴分享一些小技巧 首先是无香铁召唤出的小怪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三角形的 这个小三角开局会往后跑 我们绕过来让它往母体那边退就行了 然后我们就能连着它和母体一起打掉了 第二种是这个盾山 可以站在这个位置反复横跳 这样它就会跳过来 放技能一起解决就行了 接下来是会钻地的 我们只要站在这个位置面朝无香铁的太阳花图案就行了 这样它就会钻地过来 还有一个是水母 水母这个不好拉 我们站在水母和无香铁之间放技能就行了 这就是第一间无香铁小怪的拉怪技巧了 接下来雷鸟我们紧贴着它就行了 这样它就不会乱飞 记住它放完两面夹击的技能后会顺移一段距离 我们要立马跟上 这样旋风螺旋攻击距离就很短 如果你没跟上 那么它的旋风螺旋攻击就会穿过我们的身体跑好远 我们需要追击浪费输出时间 接下来是第二剑上半 开局我们不要躲挖掘机的冲撞技能 这样它就不会位移很远 如果我们躲了就会位移很远 我们追击又浪费输出时间 第二波我们输出要站在小宝右腿的位置 或者往左边拉一点点 这样第三波我们就会站在两只大宝中间 在中间大宝就不会放冲刺技能 然后就可以放技能输出同时打到两只怪了 第二剑下半没有技巧 带个炎破盾或者搭剑破盾就行了 第二波的龙溪和第三波的秋秋王盯着一只打 另外一只就会冲过来 第三间的水形换人 注意视角开始拉远 就是要放大招了 注意躲避伤害 尤其是戴班尼特 场上出现小水人就优先解决小水人 不然被水形换人吸收后 水形换人会体型变大 抗性增加 第三间下半开局 我们往后面楼梯边跑拉怪就行了 技能随便丢 秋秋王给的能量球特别多 第二波直接跑到右边的美女输出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十二层三间的一些小技巧了 拜拜